好 那么 然后下一个呢 给我们某种相关的 有一个叫做 CSRF的一个 攻击啊 那么叫做跨站请求的尾造啊 这一部分呢 我们给大家去说这个跨站请求尾道之前 我们要先给大家去做一个例子啊 那么这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 首先呢 去做一个 登录的页面 让用户呢 输入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呢 进行登录 对吧 登录之后呢 我们要让他跳软到这个 修改密码的页面 在修改密码的这个页面呢 我们输入这个新密码 点击确认啊 修改密码的页面 在修改密码页面呢 我们输入这个新密码 那么点击确认按钮呢 你可以完成这个密码的修改啊 这是我们要做的这样一个例子 那你像这个登录页面的话 我们说显示登录页面 我们需要一个login点的填表 对吧 修改密码页面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Change PWD 这样的一个itml文件 那么这个登录页面的话 其实呢 我们已经在昨天呢 已经做好了啊 做好了 我们这里面呢 我们就是把它呢 拿过来啊 把它拿过来 然后你看到我们的这个 昨天这部内容啊 就找到我们的BJ18 找到我们的这个TES3 在这个template下面 我们已经去建好了一个 login啊 就是它 那么我们是把它呢 直接呢 去拿到我们的这个下面啊 拿到下面 直接 这里面就是我们这个 login这个登录页面 那么上面的这些东西呢 我就不要了啊 我也不要了 好 这里面呢 是我们这个表单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显示登录页面的这个视图 还有这个登录教研 这个地址对应的视图呢 我们也是写好了啊 找到我们的这个TES3下面的这个 BookTES下面的这个 views啊 views 在这里面我们打开它 这个 然后 这一部分啊 看到 这一部分 还有我们下面的这个 这一部分啊 OK 这一部分啊 那么 OK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两个视图 这两个视图呢 我们也是呢 把它 拿过来 放到我们这边 好 然后呢 你看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 login这个页面 对吧 login这个页面里面呢 现在呢 它呢 就是用于显示这个登录的页面啊 显示登录页面 比如说这里面用户已经登录 对吧 我直接让它跳远到这个 首页 那么这个redirect这个函数呢 我们要导过来啊 直接呢 导入这个 redirect的啊 然后我们下面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页面 看一下这个页面啊 找到我们这个页面 好 这里面呢 是显示我们的登录页面 然后呢 再往下呢 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的这个 登录校验 登录校验的话 前面的这些 我就不要了啊 首先获取这个 用户提交的用户名密码 然后呢 还有是否需要记住用户名 下面呢 经过判断 对吧 如果呢 这个用户名密码正确的话 我需要呢 先判断这个 用户呢 是否需要记住这个用户名 如果记住的话 我就设置一个cookie啊 记住这个用户名 然后 我还记住这个用户的登录 状态啊 然后再往下呢 如果密码错误的话 我们就给它跳转回这个登录页面啊 这是我们这两个页面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两个地址配置一下啊 在这边写上URL 啊 写上一个 login啊 这是昨天的两个页面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views.login login啊 然后呢 这里面是这个 显示 登录 页面 再往下 还有一个登录校验的地址啊 叫做login check啊 logincheck 到了 对应的就是views.login check啊 ok 这里面呢 就是它呢 就是进行这个登录校验啊 进行登录校验 好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呢 现在呢 还要有一个页面啊 还有一个页面 就是我们说 现在呢 我们 如果呢 用户登录成功之后 对吧 看到 用户登录成功之后 我们现在要让它跳转到一个 修改密码的页面啊 我们现在写的是 让它跳转到这个 首页 你看到啊 让它跳转到这个首页 我们现在呢 要让它跳转到 修改密码的页面 我们把这个页面建一下啊 在这边呢 先建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叫做change啊 直接叫做pwd啊 它呢 我们就写上一个 修改密码页面啊 修改 密码 页面 好 首先呢 我们来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里面呢 我要让用户呢 去输入这个新密码 对吧 比如说我就写一个新密码 新密码 直接来一个 input 这个type呢 等于这个password 对吧 然后呢 这个name呢 我就叫pwd吧 然后啊 我们这个就简单一点啊 你实际的在做的时候 对吧 密码呢 应该让你输一遍 这时候是不是再输一遍 防止你输完 你就记不得了啊 你记不得了 它会让你输两遍 我们这个就直接一遍就搞定啊 我们现在是模拟的 因为我们没有用这个数据库啊 好 在这里面写上一个啊 input啊 然后呢 写上一个type 等于这个submit value呢 我们就叫做确认啊 确认修改 直接写上一个确认 修改 好 那么然后呢 这个地址呢 你注意啊 这个地址 它有一个meta的 我们要用这个post进行提交 然后呢 这个action呢 action提交到哪个地址啊 我们这个地址呢 我们就叫做啊 change pwd action啊 就是 就是change啊 就写一个change 然后呢 写上一个pwd action啊 action ok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就写一个视图 先把这个页面显示一下 先把这个页面显示一下 在这边呢 我们定一个视图 define 就叫change pwd 那么request啊 它的作用就是 显示 修改 密码 页面啊 密码页面 我们在这边显示一下 return一个render 好 写上一个request 然后呢 直接写上一个这个 book test下面呢 change pwd 这样一个页面啊 那么 这个地址呢 我们就叫它 我们就叫它 change pwd 这个地址呢 我们要在这边 去做一个page啊 直接写上一个ul 上件过号 我们叫change pwd 写上一个写杠刀了 那么对应的是 我们的views.change pwd 它的作用呢 就是修改密码页面啊 它的一个显示 好 那么至于这个显示 修改密码的处理呢 我们就现在先布写啊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这个页面啊 先看一下这几个页面 比如说我现在 好起来之后 我首先我输入这个 login对吧 login这边呢 这里面我要先改一个地方啊 把我们这两个index呢 给它改掉 这里面改成这个 跳转到change啊 change pwd 它呢就是跳转到这个 修改 密码页面对吧 然后上面呢 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这个呢 也是跳转到这个 修改 密码页面 这个也叫做我们的 change啊 change 好 pwd OK 那么 然后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登录对吧 没有登录我就要登录了 我输入这个 什么样的 然后呢 输入这个密码123 我点击登录 OK 这边呢 它给我们报一个错啊 那你仔细看一下这个错呢 就是csrf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跨站 请求伪造一个错啊 csrf验证的一个错误 那么这个错误呢 我们说现在怎么解决啊 昨天呢 我们给大家说 直接呢 找到这个 settings啊 找到这一项 这一项呢 直接把它 注视点啊 好 注意掉之后 我们回过头来 我再来去刷新去登录一下 输入这个smart 然后呢 输入这个123 点击登录 OK 这是不是跳远到这个修改密码的页面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下面呢 你输入这个密码 你输入新密码 点击这个456 你点击确认修改 这边是不是访问这个地址 对吧 在这个地址里面呢 我们就要完成这个密码的修改 好 在这边呢 我们没有用数据库啊 我们也是模拟一下 我们定一下这个地址 它对应的这个视图 那么也是在这边啊 在这个下面 我们再定一个 它对应的视图 那么 这个视图呢 我们叫做define 叫做change 叫做change PWD 叫做action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模拟 我们就是模拟啊 模拟我们的修改密码 处理啊 修改密码处理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你 这一部分的话 首先我们在这里面 要做什么 获取新密码 获取新密码 那么这个新密码的话 我们是request.post的 这个提交过来的 这个亲戚PWD 这个name呢 叫做pwd 对吧 我就可以呢 去获取这个pwd啊 获取这个pwd 直接呢 写上一个get 写上一个pwd 它就会把这个密码呢 给我返回 对吧 那么其实呢再往下啊 如果呢 你如果呢 你有这个 数据库的话 你实际开发的时候啊 就实际啊 实际这个 开发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写一下啊 就实际 那么开发的时候 那么时候 好 你首先 你是不是要 拿到这个新密码之后 我是不是要修改数据库里面内容 对吧 修改啊 修改对应 数据库中的内容 内容啊 内容 你就实际开发的时候 我们就修改对应数据库的内容啊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在这边呢 你要给这个用户一个反馈 对吧 返回一个 应答啊 返回应答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 我们就省略了啊 省略了 我拿到之后呢 我就直接给他返回应答 return一个itp response 我就告诉他 这个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 为谁呢 百分号 s 就是修改密码 为我们的新密码 写上一个pwd 这里面就是我们简单的模拟一下 中间这个过程呢 我们并没有呢 去做啊 去做 那么 然后啊 这个地址呢 我们要做一个配置 叫做changepwd 写上一个action啊 就是他 那么这个呢 我要在这里面 加一个选项 urr 那么他呢 就是对应着我们这个 上间公号 就是他 就是views-changepwd changepwd action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修改密码 处理 好 然后呢 我们就看一下啊 你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呢 我直接 我们回过头了啊 你输入这个登录的时候 你看到啊 我们现在刚刚是不是已经登录了 你进来 他就跳转过来了啊 还是我们昨天说登录之后 跳转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在这边输一个新密码 比如说我输一个456 你点击确定 是不是告诉你修改密码为456 对吧 那么 现在呢 我要在里面去加一步操作啊 我要呢 去 显示出 谁修改这个密码 用户是谁啊 用户是谁 我要把它的谁谁谁 修改密码 为什么啊 那么 这一部分的话 你在这里面 你比如我们现在这里面 我要知道是哪个用户登录了 我能不能知道是谁 啊 注意啊 现在你还不知道啊 你还不知道 那么怎么做啊 就是在记录用户的登录状态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session呢 去记录这个登录的 用户名 我就可以呢 直接写上一个啊 request.session 我记录谁登录了啊 这个user name 它就等于我们这个 user name 对吧 就是等于这个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在这边呢 去记录这个登录的 用户名啊 记录登录的 用户名 OK 那么 有了它之后呢 哎 我们在这边呢 我就可以呢 去 获取这个用户名 对吧 哎 获取这个用户名啊 我们比如说 获取新密码 然后呢 我在这边获取这个用户名 获取啊 哎 用户名 OK 那么 然后啊 在这里面 获取用户名的话啊 你看一下啊 获取用户名 我们就在这边先获取一下 直接user name 等于 request.session 点 直接写上一个 get 写上一个user name啊 那我在这边写的时候 我就写百分之 谁谁修改密码 为什么啊 我们在这里面写上一个 user name 好 逗号 那么这里面呢是他 啊 是他啊 那么你有了这个过程之后呢 我们现在啊 给大家 重新演示一下这个过程 我找到我的浏览器 我先把这个 所有的记录都给他清掉啊 这个session id 我要给他清掉 我们重新来一次 直接找到这个 清除 好 清除它之后 我们 我们的状态呢 已经都清掉了啊 我们就重新访问一下 这个页面 首先我们访问这个 login 好 他让我进行登录 对吧 那么我要登录了 我在这里面输这个 smart 输这个123 点击这里面进行一个 登录 跳转到这个修改密码页面 对吧 那么在这个跳转之前呢 在我们的login check里面 用户密码正确之后 我是不是记录了他的登录状态 和他的一个 用户名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下面呢 我就需要呢 去 在这边啊 在我们这边 我去修改这个新密码 比如说我要修改为456 我就输入一个456 我点击这里面 确实修改 他就告诉你 谁谁谁修改密码 为什么456 对吧 就是 最终给你返回一个结果 你这个用户呢 修改自己的密码为 456 这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 这样一个过程没问题之后呢 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 还是呢 我们就直接呢 先把这个状态给他清掉啊 状态给他清掉 那么 像修改密码这种操作啊 你注意 用户没有登录之后 能不能让他修改 对吧 那你比如说啊 我现在把我这个状态清空了啊 我直接去访问这个Change Pwd 我能不能访问这个页面 我是不是竟然可以访问这个页面 对吧 那么 像这种修改密码的页面呢 用户他没有登录的话 你就不应该呢 让他访问这个页面 那你现在说一下 我们怎么做应该 怎么做啊 好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啊 你注意 有些页面啊 你注意啊 在我们这个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看到啊 就是在你进行网站 在我们啊 进行这个网站开发的时候 那么有些页面啊 有些页面 那么是用户啊 是用户登录之后才能访问的啊 才能访问的 哎 我们需要呢 去进行这个登录的判断啊 哎 假如说啊 假如 那么哎 用户呢 他访问了这个地址 访问了啊 这个地址 那么你需要呢 进行这个登录的判断啊 需要哎 进行登录的判断 哎 登录的判断啊 那么通常我们的判断是这样的啊 如果哎 这个用户他登录的话 对吧 如果用户已经登录的话 哎 可以进行后续的操作 对吧 哎 可以访问啊 就可以进行后续的操作 那么如果没有登录 我们就给他跳转到登录页啊 跳转到登录页 OK啊 就我们网站里面 你经常会发现啊 有些页面呢 是需要用户登录之后才能访问的 你比如我们项目里面 这个用户 哎 他有一个用户中心 会显示这个用户的个人信息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用户没有登录的话 你是不能让他访问这个页面的啊 哎 那么 这里面我们要给他说的就是 有些页面需要用户登录之后才能访问 用户如果他一旦访问了这个地址 你就需要呢 进行一个登录的判断啊 哎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 哎 修改密码的页面 对吧 我只有用户登录之后呢 我才能让他访问这个页面 那么所以呢 在这个地址对应的这个视图里面 我就应该进行这个用户是否登录的判断啊 他有这个 他有这个 login的话 那么说明用户是不是已经登录对吧 哎 用户啊 你登录 比如我就在这边判断啊 直接是写个not吧 如果是not的话的话 这边是属于用户 未登录 未登录的话 我就给他跳转到登录页对吧 哎 跳转登录页啊 我就不往后给你显示这个页面了 我直接让你去到这个这个登录页啊 return一个redirect 哎 写上一个斜杠login啊 写上一个斜杠login OK 然后 那你比如说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地址之外呢 假如说 他直接访问的是这个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用户没有登录 能不能访问 不能对吧 同样在这边 你还是需要呢 先去进行用户登录的一个判断啊 进行用户登录的一个判断 好 那 现在呢 我们这个地址需要用户登录之后 那么才能 显示这后面的页面 哎 这个地址呢 也是需要用户登录之后 才能进行后续的操作 那你会发现啊 你的网站页面很多的话 很多页面都需要用户登录之后才能访问 那你就需要在每一个 里面是不是都写这一份代码 对吧 那么你是不是做了很多重复的工作 对吧 现在你就要考虑啊 你可以怎么做啊 你可以怎么做 好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啊 你封装的话 就你封装的话啊 它是一个 哎 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封装成一个方法 对吧 哎 只要这个页面需要用户登录 我现在之前是不是先调一下这个函数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啊 这种方法呢 要比你封装要好 那 哎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啊 就是你再去调用一个函数之前 你可以呢 在这个函数之前去加一些东西啊 让它进行一些操作 那么 哎 这个呢 就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 装饰器啊 装饰器 哎 你可以呢 直接在装饰器里面进行这么一个 判断啊 进行这么一个判断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给大家写完之后啊 我就不用它了啊 比如说 我就直接呢 把它 拿掉啊 我们 开发的时候 我们一般不在这里面直接做这个判断啊 我们是定一个 装饰器啊 比如说我在上面 哎 现在我要定一个装饰器函数 我们直接把这个呢 把这个啊 把这个 这几个锁进去来 然后呢 这里 我们在上面啊 定一个装饰器函数 哎 我们给大家回顾一下装饰器啊 第5 比如说这个装饰器呢 我要 我的名字呢 叫做login required啊 好 它就叫做登录需要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呢 login required的这个参数里面是接收一个什么 它是不是应该接收一个函数的名字 对吧 比如说我就叫做viewfunk啊 viewfun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登录判断 装饰器啊 装饰器 OK 然后 再往下 在这里面呢 我们应该定一个币包函数啊 那么这一部分你要注意啊 我现在还没有讲到这个csrf啊 你这个csrf听不懂 你也要把这个弄懂啊 好 然后啊 defin login required啊 然后在这里面定一个币包函数 写上一个 vipro啊 vipro对吧 那么vipro里面呢 那我要干嘛 我是不是这个viewfunk需要什么参数 我要给它放在这里面 对吧 那么 这个viewfunk呢 我们最终这个登录装饰器 是不是要让它装饰试图 那么试图里面是不是需要什么参数 需要一个 request 对吧 那么你注意啊 这个index的试图函数 我们说它 必须有的一个参数 就是request 它至少有一个参数 那么同时呢 它还会有其他的参数 它可能还有这个 位置参数和 关键字参数啊 那么你为了去接收这两个参数 那么你就可以呢 定一个叫做 哎 viewargs 这个名字你就随便起啊 你叫做新args也可以对吧 你叫新args可以啊 你说我叫viewargs啊 这个呢 这个参数呢 位置参数就是用于接收试图的 位置参数啊 试图还可能有关键字参数 那么这里面再定一个 星星view kw args啊 OK 那么 好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 币包函数 那么你在这里面进行一个操作 对吧 最终是不是要把这个 币包函数返回 对吧 这是我们登录装饰器的一个 基本操作啊 然后呢 在这里面我们就要做判断了 好 request是不是 这个有了 你是不是可以判断了啊 哎 这里面啊 判断 用户 是否 登录对吧 哎 就是判断 request的30里面 有没有这个东西啊 如果 request 点 session 点session 点 sk 那么 未登录的话 我们需要给他跳转到 首页啊 跳转到 首页 哎 这里面我们就直接跳转 就是return return啊 redirect的 写上一个地址 叫做斜杠 login 好 那么用户已经登录的话 我要干嘛 哎 我不是要调用上面这个视图 对吧 调用他对应的视图啊 他未登录 我就给他跳转到 跳转到登录页啊 他已经登录的话 我就应该调转 调用他对应的这个视图啊 就我们哎 调用啊 调 调用 调用啊 我们这个对应的视图啊 那么这个呢 viewfunk啊 我们就调用这个viewfunk viewfunk里面呢 他需要传辞参入 对吧 request 他可能还有这个 view lgs 也可能还有这个 view kw lgs啊 最终这个视图 调用我们是不是要 要返回 对吧 是不是要返回啊 那么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 登录判断的一个装饰器 那你比如说啊 现在呢 我需要 用户登录之后 才能访问我的哪些页面 我就直接用这个装饰器呢 对他进行一个装饰啊 你比如这边 对吧 我们写上一个 at login request啊 然后这个也需要用户登录呢 我就再来一个 at login request啊 那么这样的话 哎 你比如说啊 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URL的配置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URL的配置 假如说我们访问的这个地址 这个函数是谁掉的 是不是江沟掉的啊 那么江沟去掉这个函数的时候 因为这个函数 他被装饰器装饰了 其实是先掉的谁 是不是相当于先掉的这个 login 哎 login啊 哎 写上一个 required 然后呢 传入这个 哎 change pwd 其实不是先掉的他 你看到没有 其实不是先掉的他 哎 你注意啊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装饰器啊 其实呢 是先掉的他 然后呢 根据他的返回值再来操作 对吧 哎 然后呢 开始呢 再去调用我们的这个 先根据他的返回值 然后呢再传入这个request的 哎 再传入这个对应的参数 哎 再传入这个后面对应的参数 好 在这个里面 哎 我们是不是 他是不是相当于就是这样调用的 对吧 哎 他就是这样调用的啊 装饰器就是这样调用的 我们在这里面做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不是在这个 这里面就相当于你掉用这一步 哎 是不是返回了一个vipor 对吧 vipor里面我们是不是做了我们 views里面这些判断 对吧 哎 做判断啊 在我们上面的判断 哎 就是你如果呢 这个30里面有这个东西的话 我是调用这个真正的视图 对吧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给你调整到这个 登录的页面啊 登录的页面 那你知道我们这个登录装饰器啊 它的一个作用 那么有了它之后呢 我们下面啊 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把这所有的状态呢 都给它清掉 哎 在这里面写 直接呢 把它 清除 然后 哎 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啊 比如说我现在直接访问他 对吧 哎 我一回车 哎 看到到哪了 是不是到这边了 有没有啊 哎 你只要这边一访问啊 比如说我访问这个Change PWD 这个地址 你一回车 是不是也过来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登录装饰器啊 那你会发现 你在这里面 你一旦用了这个登录装饰器之后 哎 你这个登录判断 你就没有必要写在这个视图里面了 对吧 你这个视图 我我显示这个修改密码页面 我就是显示这个修改密码页面 那么登录判断呢 是在这个装饰器里面去做操作的 哎 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视图里面的业务呢 它更加的一个清晰啊 更加清晰 哎 这是我们登录装饰器的一个使用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也是我们项目里面经常用的啊 经常用的 哎 就是你项目里面有些页面啊 他需要用户登录之后才能访问的话 那么你呢 就把这些登录的判断呢 放在一个装饰器函数里面啊 这也是我们的装饰器啊 他在我们web开发里面的一个使用啊 一个使用 OK 那么现在呢 我登录之后 哎 比如说啊 他现在让我进行登录 我在这边呢 哎 我就登录一下 哎 直接呢 说这个 123 哎 点击登录 好 那么之后的话 我再去访问这个 Change PWD的时候 哎 你一回上 你会发现 是不是直接过来了 对吧 哎 这一步呢 是因为我们已经登录了啊 那这个登录装饰器 他在判断的时候 哎 他就能判断出来 已经有了这个session 他就会调用对应的 视图 哎 所以呢 你就可以呢 去访问这个页面啊 访问这个页面 OK啊 那么 这一部分啊 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登录的装饰器啊 你注意在这边 这个啊 登录的装饰器函数 现在呢 我还没有讲到这个csf啊 我说了 下面的这个csf 你听不懂 哎 这个 你也要把这个 登录装饰器这部分搞定啊 这部分啊 这我把这个图拿过来啊 OK啊 就这个登录装饰器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